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0年7月18号 星期六,欢迎大家参加王剑每日观察直播一的节目 我们今天的题目是水灾出现中共高层的分裂与分化 这是一个有一点政治的意涵,那么当然 中共高层在最近一段的表现非常的异常 原因是什么?原因就是 他们不出来,以前就是 习近平基本上霸占新闻联播,那么你现在看一下新闻联播 只能看见他做出的指示 看不到他人,我们今天讲新闻 先说新闻,水情 中国的水灾的情况非常的严重 那么17号晚 中央气象台连续发布暴雨黄色警告预警 高温预警,同时水利部 和中国气象局联合发出橙色 山洪危灾害的预警 自然资源部和中国气象局联合发布地质灾害 气象 风险预警 就是 中央气象台网站连续挂出4个预警信号 那么从17号到18号,17号的晚上8点 到18号的晚上8点,就是刚刚过去 黄淮南部 江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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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湖南北部 西南地区 甘肃 云南 华北地区有大道暴雨 山东 江苏 安徽 河南 湖北 西南 湖南 重庆 贵州 有大暴雨 100毫米到200毫米的大暴雨 然后那个17号的早晨10点 水利部长江委员会发出长江 第2号洪峰,已经在长江上游行程 到了 晚上 到了18号 重庆迎来 入汛以来最大的洪水 长江 寸滩占水位 达到 19.88米,是今年入汛以来最高水位 长江的上游行程之后 2号洪峰,预计4到5天抵达武汉 武汉关水位 到本月月底将保持警戒水位以上 长江的水情非常的严重,这是一个 然后全国各地到处都是水 到处都是水 现在所有人都在问一句话 所有的人都在问一句话 领导人都死哪去了 领导人都死到哪里去了 告诉大家死到哪里去了,他们在开会 政治局常委会,17号开会 然后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这次会议有点奇怪 奇怪在哪里,奇怪在没有照片 还是没有现场照片 理论上七个人往那里坐 拍张照 配图发,没有 这已经是好几次出现这种情况 按照惯例,常委会一个月开两次 政治局会议开一次 那么现在 这已经开第二次了,政治局常委会已经开第二次了 那么 还有一个不同的地方是,人民日报跟新华社 在处理这个新闻的时候,处理手法不同 处理手法不同 人民日报是中共中央机关报 它的政治地位没有人可以比 它是第一报 新华社是国家电通讯社,万人大社,它的地位也非常的高 但是这两个,我们发现 在处理习近平的新闻的时候 新华社 更突出习近平本人 而人民日报相对保守,你看一下,人民日报的标题是这样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 召开会议 部署 防汛救灾工作 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这是一个非常常规的 非常常规的这个做法,然后他有个引言,引言就是 防汛情况,然后这个七下八上 全国防汛进入七上八下的阶段 长江流域,中上游,暴雨很多等等,一直在讲,现在就是 各级党委要 和政府要负起一方的发展,保一方平安的政治责任 讲了一个这个话,这个引言,引言里面有讲,有没有讲江泽民 习近平,没有讲习近平 一个字都没有提 新华社的标题是这样 重要的时刻,重磅会议,习近平全方位部署 防汛救灾工作,这在突出习近平 然后他的引言,引言就是 也是七下八上阶段,然后7月17号,习近平总书记主持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议 部署研究防汛救灾工作 等等 然后这就 大家看,这个会议 一个会议 两个中国最重要的媒体,他们的处理的手法完全不同 完全不同 一个 突出习近平,一个没那么突出 那么现在呢,我就在网上 流传 但流传的也不是很广,就是比较隐蔽的 传来传去,就是 李克强 李克强在 视察水灾灾区的照片 我看到了有五张 那么这五张照片,其中有三张,我可以给大家看一下 大家看得到吗 看得到吗 这是其中一张大照,大的照片 那么这个照片,这一张照片呢就 其中有三张就是穿这种迷彩服 另外两张穿衬衫 然后其中还有一张呢,白衬衫是站在水里 站在水里 那么 另外一张是穿着水靴,站着江滨 那么现在呢就是,关于李克强,你在网上看不到,李克强视察水灾的情况 但是这个照片流传出来有点奇怪 因为 因为 以我的经验来看 不存在说 李克强 去视察了 然后新华社不报 为什么 李克强,大家要知道中共党内的这个 组织纪律,中共党内的组织纪律 超过世界上任何一个组织的纪律,这是非常严格的 所以 他也是,中共能活到今天,其中有一条他的生命线 就是党组织的纪律 非常的严格 像李克强要出门,一定要政治局要通过的,一定要政治局打招呼,政治局大家没意见才能出去的 所以 政治局同意了,他出门 一定会有新华社报道的,不可能说 我不高兴就不报道的,不存在这种可能性 所以在这个问题上 我不大相信,我不大相信李克强的 这个视察灾区的新闻 会被封锁 这是 不可想象的事情,所以我就很狠的 很狠的搜了一下 这是一个2016年的照片 那么当时全国有277条河流发生超紧洪水 18条河流发生 超历史水位 李克强当时是30个小时 视察安徽湖南湖北三个省 主要是视察长江跟淮河 当时的情况 那么今年的情况比当时 那严峻的多 当时是277,今年是400 我印象中是433条河流 超紧水位 那么38条河流 超历史水位 所以今年的水情比2016年要严重得多 但是李克强没出来 李克强没出来 所以可以肯定 李克强肯定是没有去灾区视察 但是现在网上流传一些这样的照片说明什么 他反映一种情绪 他反映一种什么情绪呢 他反映一种情绪就是 习近平不去灾区,也不让李克强去 这个照片的意思大概是这个意思 那么为什么习近平不去灾区呢?这个问题其实 其实在 当初武汉 爆发疫情的时候 大家也有此疑问 那么习近平不去灾区 这是什么情况 这是什么情况 那么当然这里面有一个因素,什么因素?就是习近平的做派 什么做派 就是红二代公子哥的做派 就是 什么意思呢 我就是不去 我就是可以不去,因为我是老大,我可以任性,我想去就去,我不想去我就不去,你们谁也拿我没办法 大概就是这种公子哥的这种做派,而且 红二代老实讲 说文革吃苦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到,习近平曾经在电视台做过一个访问 就是电视台访问他当年下放的时候,你听他的讲话就知道,什么吃苦 吃苦是相对于他们享受来而言,那根本是什么鬼,那根本不是什么吃苦 那根本不是什么下放 所以实际上这些红二代,所谓的红二代 就是公子哥 这是公子哥 就这种心态 那么还有一种,这里面就有两种可能性,一种可能性,我刚才讲的公子哥 我不想去,我就不去,我就是不去,他这辈子就这么过来 我经常 我经常拿习近平跟川普比 其实习近平跟川普有很多相似之处 第1个 星座 同一个星座 生日是同 日期是差一天 但是他的时间是同时 就是 习近平 晚一天,川普早一天 他们星座是一样 然后他们的出生是很相似的 就是从小 就是 就是这种 非常非常,一个有权是一个非常有钱 在美国有钱就够了,在中国有权就够了,基本上两个人是这么 在这种生活环境当中长大 所以这两个人都有一个共同特点 就是他们不讲逻辑的 基本上是不讲逻辑的 只讲我想要什么 我想要什么结果 因为 他是不需要用逻辑说服别人 去得到他想要得到的 他从小长大 我要什么,我只需要讲我想要什么 不需要告诉他,我为什么要什么 所以 他们两个是有很大的共同特点特征的 这跟他们的出生有关系,跟他们的成长 虽然习近平说这个被人暴打 那都不反映他的生活场景 那么 但是 还有一个可能性 就是习近平第一可能是不想去 还有个可能性 是去不了 去不了 去不了的原因是什么呢 原因估计有两个 第一个原因是什么,第一个原因是身体出状况 去不了,动不了了 这是第一个 一个可能性 另外一个可能性 处境出状况 就是出不去 当然不是说他被软禁我就不至于 他可能是走不开 或走不了 就有这种可能性 一个是不想走 一个是走不了,走不了有一个是可能是走不动了 身体出状况不能动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 走不开 或者走不了 不让他走,也有可能是不让他走 处境出了状况 那么这里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 情况 什么情况,就是6月18号 中欧峰会 那是 习近平最后一次露面 今天是18号 今天19号,整整一个月的时间 习近平没露面 我都说过 从武汉疫情 逐步解封之后 习近平已经逐步养成了一个习惯 就是10天半个月 出去走走 出去走走 给大家看一下 他基本上养成了这种 就是大概这种模式,因为 他没有太多的事情 他没有太多的事情,怎么样让他在人民日报上出现呢 那些结果人民日报只能出现什么 打电话 写信 发表指示,发表文章 只能用这种方式 让习近平三个字出现在人民日报的头版上 那么从6月18号到现在 没露过面 政治局常委会不露面,政治局会议也不露面 然后这个各种 参加各种会议 都没有照片 都不发照片 这个情况就很不正常 很不正常 那么你可以看,习近平不出来 和习近平不去灾区 和当年当初,就今年三月份的情况是很像的 1月8号 这个国家卫健委 宣布这个武汉爆发疫情 然后1月23号 武汉封城 武汉封城 然后 1月27号 1月23号武汉封城 27号 李克强去武汉 习近平什么时候去的 3月10号去 一个半月 才去,过了一个半月 习近平才去 武汉视察 那么现在的情况 跟当时的情况非常像 非常像 只有一个不同 就是李克强也没去 所以为什么跑出来那些照片 这个照片的意思是什么意思,就是 李克强想去 习近平不让,大概是这个意思 大概这个意思 这里面我还要讲一下 讲一个 讲一个什么呢,讲一个求是杂志 《求是》杂志当初4月号 刊登了习近平的一个讲话 这个讲话的题目叫什么呢 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 研究应对 新型冠状病毒 肺炎疫情工作的讲话 就是习近平在政治局常委会上的一个讲话 讲话非常的长 那个讲话呢 就是一个中心思想,就是为他在整个疫情过程当中的表现 就是 辩护 这是一篇非常有长的文章,讲辩护 然后这篇文章里面就出现了两个关键用语 第一个关键用语叫 亲自部署,亲自指挥 这其实是个语数 语数 然后就只要讲到习近平,就必须带上这两个词 这是一种洗脑 用语数来洗脑 然后就全面,就是所有跟习近平有关的,和疫情有关的,必须用这两个字 就宣传口径上是这样的 这是第1个 第2个 在这篇文章里面 他也做了一个 这个 这个关键性用语叫 做出指示 什么叫做出指示 他把这个,这篇文章把它做出指示 也当做一种亲自指挥,亲自部署 也算是一个领导工作 就是把它当做一个领导工作的一个部分 这意思是什么意思呢,只要习近平做了过指示 就算亲自部署,亲自指挥 这个说法其实是 违背了中共党内的基本工作原则的 中共党内的基本工作原则其实非常的清楚 指示 或者是批示,什么意思呢,就是表态 同意 或者反对,圈阅 圈阅就是同意的,同意的意思,基本上我知道了,这个事我知道了,我同意 或者是什么呢,或者会写一段话 叫批示 批示就是给出意见,或者提出要求 这就是 这个 叫 指示,做出指示的意思,做出指示或者做出批示的意思 但是你说要部署,要指挥 中共的部署和指挥是什么 就是开会 你必须开一个会 为什么开会 中共的管理就是开会,其实不是中共的管理,所有的管理都是开会 为什么 开会会做三件事情 人员 资金 物资 进行调配 部署 组织安排 你不把这件事情安排到位的话 你的所谓的指挥跟部署是没有意义的 所谓的指挥是什么,你必须按照现有的情况 调整部署 这叫指挥 他4月份这个讲话就强词夺理 只要老子批过事了,我都算是领导,你别说我没加强领导,我有领导 我有指挥,有部署 我只要签了字 签阅了 写了几个字,那都算 这是个非常蛮横的 这是个非常蛮横的做法 非常蛮横的做法 那么实际上呢,这是坏规矩,坏中共党内的规矩 习近平这次 就在那个讲话,从此之后 习近平在每件事情当中都说,我已经指示过了 我已经做过指示 每次,你可以去看 现在 现在的新闻当中,只要这事一发生 习近平就做个指示,做出指示就当是有领导过了 这其实是 在败坏中共的党风 这是一个问题 那么 习近平这个做法的意思是什么意思 只有一个意思 推卸责任 推卸他的领导责任,他作为总书记 他的领导责任是跑不掉的 但是他现在就开始干什么呢 各种推卸责任 我今天就讲讲 这次政治局常委会 他又做发表重要讲话 这次重要讲话 和上次 这个疫情的重要讲话,异曲同工之效 他又开始为自己辩护了 那怎么说呢 我们先来看看这个 新闻稿 这个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7月17日召开会议部署 研究部署 防洪救灾工作 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 主持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 很重要 第1段 总共有三段有意义,其他没有,我就不念了 习近平指出6月份以来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各级党委和政府 看见没有 党中央 各级党委 和政府 政府是什么?国务院 紧急行动强化措施 最后 结论是什么 通常都最重要 大家看文章一定要知道中共的文章 党八股 其实是有套路的 上来 要肯定成绩,肯定我自己的成绩 防汛救灾工作,有序有力推进 取得了积极成效 这就肯定我自己的工作,我这干得很好,党中央就是我 习近平 就是讲自己 好,现在重点来了,其他的我就不念了 会议强调 党中央高度重视,这个已经不是习近平讲的了,这已经变成了 会议强调了 肯定是,前面这段是习近平指出 现在是会议强调 这是会议的结论 党中央高度重视今年的防汛救灾工作,这是一个态度问题 5月19号,在5月19号,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 中央政治局常委会 会议研究有关工作时,要求,看见没有 他把提要求都当做他工作了 要求有关方面 高度重视今年汛期长江中下游汛情 压实 这习近平的 口头语,压实 就是把这个责任压到你身上,而且不仅压住 还得压住 跑不掉,这叫压实 压实防汛工作责任 克服疫情影响 抢抓水利工程修复 加强物资储备 组织开展抢险培训和演习 全力保障人民生命财产安全 他已经说我已经在5月19号已经做过指示 提出过要求 然后习近平总书记 还多次做出重要指示 批示 要求各地区和有关部门 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统筹做好疫情防控 和防汛救灾工作,要求各级党委 和政府 压实责任 勇于担当 采取有力有效的措施,全力抢险救灾 尽最大的努力,保障人民生命财产安全 什么意思 这段话的意思 就是 我已经做过指示 我已经提出要求的了 没做到,全是你们的责任 总书记没有责任了 这个会议的核心就在这一块 核心这一块 会议指出,各级党委 和政府要全面落实防汛救灾主体责任 把责任落到防汛救灾的全过程 各阶层 到岗到人,落实汛期工程巡查防守 责任制 然后领导干部要深入一线,靠前指挥 这就是习近平的工作特点 什么特点 抓人头 就是抓人头 他为什么这么重视人事工作 就是一定要安排自己人在那个岗位上 就是抓得到人头 就是这个意思 那么总结一下 17号 政治局常委会 我不觉得他是开了会 我觉得 因为政治局未必 他未必需要坐在一起,大家坐在一起开 书面发言就可以 把习近平发一个书面发言,发给大家圈阅 圈阅回来就算这个会开了 所以不一定他真的会见面 大家圈阅就够了,这是第1个 第2个 这个讲话 其实归根结底 就是 为习近平在这次洪灾 的表现辩护 那么辩护 当然辩护核心的问题就是推卸责任 推卸他的领导责任 他整个的讲话的意思就是 我已经要求过 做不做得到 你们的事情了 我是领导,我当然是提要求 提要求,做指示 这是第1个,第2个 他为什么要这样做这个动作呢 当然做这个动作肯定是党内有人提意见 党内没人提意见,大家都觉得领导的挺好,他为什么要讲一番这样的话 这番话根本不需要的呀 我只要说我们工作做得很好 就完了 肯定是有人非议,有人非难,防洪工作不到位等等 还有一个 就是民怨甚大 就是 老百姓底下人 声音上来了 就是骂,骂得多了 骂得多了呢,这个领导就要出来讲啊,解释解释,解释给大家这些屁民听 你们批评听一下 我告诉大家,5月19号我已经跟他们讲过了 他们的活没干好 你要骂骂他们吧 大概就这个意思 这是第3个,第4个 那么习近平有一个多月,一个月的时间,神隐不出,不管什么原因 我们不讨论他为什么不出来,他只要不出来 就说明什么 说明一条 中共党内的秩序有问题了 就是 他不出来是不正常的 理论上他应该必须出来,因为一个月的时间太长了,这个不正常 或者我们可以讲 怎么讲,就是一个 比较清晰的表述应该是 中共党内高层失序 失去秩序 他们应该是处于一个 目前应该是处于一个失序的状态 造成这个失序的原因,我估计是两个 第1个,当然肯定是内斗 中共就是斗 中共在外面斗,在里面斗,自己跟自己斗,自己跟别人斗,互相之间也斗来斗去 这是中共的文化,不要说因为习近平才斗,不是的 从中共总书记 中共有的那一天开始 他就是斗,斗争是中共的 政治文化 所以 他一定是内斗,内斗应该是非常的激烈 内斗是常态 不斗才奇怪 内斗 非常的激烈,这是第1个 第2个 应该出现了严重的分化 如果 如果他失序 只有一个前提才会失序 就是双方在僵持 那么双方僵持,就是 你踩着我的脚,我抓着你的头发,你揪着我的手,我踩着你的尾巴,大概是一个这样的 大家都动不了 大家都动不了,那么这个就处于一个失序的状态,就是没办法真正的发挥的 发挥运行系统的作用 你可以看到在这次运行当中 中国政府好像处于一个什么状态啊,中国政府处于一个 无人驾驶的状态 就整个疫情当中 从宣传口开始 从宣传口开始 一直到各级政府 整个运行处于一个无人驾驶的状态 大家知道中共是唯一的执政党 中国没有其他的组织,中国只有一个组织 就是党组织 就是中共的党组织 那么如果这个党组织失序 政府就会瘫痪 为什么 因为 党组织已经吸住了整个政府的运行 就是所有的权力其实没在政府那里 在党这里 党如果是失序 政府运行就出状况 所以政府运行出状况的原因,你翻过来一追,就是党失去了 所以你可以 我们从表象来看,看出来 从宣传口 从宣传口 在整个的这个洪灾的过程,一个多月 一个半月,超过一个半月,洪灾开始,其实从5月底就开始 5月就有洪水了 6月初洪水已经很厉害了 6月初已经很厉害了 6月初到现在,你想想一个半月过去了 整个的报道 完全的不报道 基本上是不报道 不报道的原因,当然不是因为没有洪灾,是因为整个政府没有动起来 你没法报道,你怎么报道 你报道 中共的报道就是正面报道,我们好他们坏了 中共的报道永远是我们好他们坏 但是你得有好让他报道啊,你连好都没有,那怎么报道 解放军也没有出动 那个 上个星期,象征性的在江西出了 出了2000多人的解放军,然后就没有了 你可以看到是没有解放军,解放军没有出动 政府没有动员 全国性的动员完全没有 完全没有 也没有救灾 等等,基本上 就是你可以看到这个国家处于一个无人驾驶的状态 所以我们今天的标题就是什么 中共高层内斗 而且应该是出现了分化 是因为只有分化 才会让他们处于一个失序的状态 大家才会看到 目前政府的这种 不正常的表现,就是你 你麻木不仁已经到了一个 匪夷所思的地步,就是你没见过 你没见过任何一个政府在 在一个这么大的灾害面前,无动于衷,无所作为到一个中国现在的这个场景 没见过 我都讲过,水灾跟其他的灾害是不一样的 水灾是静悄悄的灾害 人都是静悄悄的死掉 人到灾难都静悄悄的发生,就是用时间来的 发生一切的 就是你水灾突然一下,然后就 什么 水来了,你从一楼,一楼我就跑到二楼去 二楼就看到水上来,上来以后 泡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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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房子塌了 这一家人原来在屋顶上 结果是房子一塌掉水裂 淹死了 就是这样,然后你那边看到那边一栋房子,那一栋房子,过一下那栋房子没有了 人又不见了 人死了 那辆车在河边上开着开着,突然一下 洪水一来 车没了 人都是静悄悄死掉的 水灾就是静悄悄的灾害 你可以看到,在中国,你感觉这个中国大,中华大地 一片大水 静悄悄的 政府也在静悄悄的,啥也不说 啥也不做 这就是中国发生,现在发生的事情 就是 基本上大家都应该出来谴责,谴责什么 谴责政府这种无所作为,不人道的行为 你想想看 我上次听说,听到的是什么 6个省 6个省 拨了5个亿 6个省 总共才拨了5个亿 什么情况 给多少钱 好笑吗,真的是 所以在这个问题上 要予以谴责 好吧,那我们今天的主题就讲这么多,那么我们下面就进入互动,进入互动之前,例行公共产党 请大家点赞 请新来的网友订阅 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 那么 另外我特别请大家,一定要给我们点赞,一定要给我们这个转发视频 我们还是遇到很多的 麻烦 那么需要大家的支持 我还是坚持一点 就是 不管怎么样,遇到什么样的状况 我们都会把这个节目 专业的 做下去,那么有诚意的做下去,没有什么能够阻挡我们 不管遇到什么困难 都改变不了我们的决心,好吗 OK 好,我们现在就 进入互动,鸣谢一下 谢谢 打卡澳洲,支持王老师,谢谢 谢谢 红花配绿叶,谢谢 老罗王,谢谢 代表老友记,Vicky曹,感谢王先生给我们机会,好好学习天天向上,谢谢 519 Sam Sarah,谢谢 Sam Sarah,谢谢 Bella Ray Bella Ray,谢谢 夏永梅,谢谢,前几天没赶上直播 支持王先生一杯咖啡,我在英国做代购 主要是微博 主要是微信被封,代购就凉了,算了,算了,好好做英国人吧 好吧 是的 就是微信上面,微信 微信其实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沟通工具,很多人在 微信建立一个非常庞大的生态系统 这个庞大的生态系统呢 当然 这位网友说他做代购也是这样,他怎么办,就是建一个大群 那么在这个大群里面就 就卖东西,大概是这样 那么如果对你来说 代购是你的非常重要的生计 如果就算微信封了,你还有一个办法 什么 翻墙啊 翻回国内去 是吧,你试试看 老老王,谢谢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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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王老师喝杯咖啡,辛苦了,谢谢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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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一如既往的喜欢王老师的分析 顺便请教,海南局势的发展,请王老师分享你的看法 感谢 海南局势的看法 我们有一个视频就是川普总统要把海南变成一个新的热点 这是川普总统的一个新的战略 这个应该是我们前几天做的一个专题 那么你可以去看一下 我这里简单的讲一下最新的进展 从目前的形势来看 川普总统毫无疑问是准备在南海 搞一次把南海变成热点 然后在南海施加巨大的军事压力 因为 双航母在南海演习 然后 宣布中国在南海的领土和领海的主权要求 主权要求非法 这是两个配套的动作,这个配套动作力度非常大 有史以来美国没有一个总统这么干过 所以 所以在南海这个议题上面 中国到目前为止没有做实质性的回应 而且南海这个 川普总统在南海的这个战略有一个非常重要的 着力点 就是南海 南中国海周边的国家 会支持美国 所以现在就是 在这个在这一块,然后你可以看到这个英国的航母 明年年初也会部署到 南海 然后这个日本 日本也 出来支持 支持美国的立场 那你想一下 美国打头 这边有英国,这边有日本 他们都有什么 正好这两个国家刚刚卖了 F35给这两个国家 这两个,日本现在是拥有 亚洲最大规模的这个F35的战机的这个队伍 英国也是刚刚换装 都是F35 第一代 就是最新一代的这个隐形战机 那就是 就是战力是非常的强盛,所以 南海的局势是一面倒的 好吧 谢谢 我们进入互动 观点 水灾是热山玉 烫手玉 领导不发话,下面没人敢动手 这个情况就非常,这个说得非常的对 为什么大家可以看 在整个的,从六月初到现在一个多月 政府为什么没有动,宣传口为什么没有动 原因很简单 习近平没发话 习近平没发话,底下就不动 不动的原因是什么,不动的原因是不敢动 不知道会不会动错了 为什么,所以习近平今天的这个解释,这个话说得非常到位 习近平今天解释,其实我5月19号,5月17号已经做过指示了 但是做过指示其实不行 在中国做指示是不行 你必须开会部署 才行 所以其实这个话就不对 所以领导不发话,下面人不敢动手 而且治好了也是领导的功劳 万一办砸了,领导正好缺个背锅匣 制度优势这个时候凸显无疑 非常棒这个观点 情况,李克强穿迷仔服与巡视灾区的那张照片 时间应该是2016年7月6号 是的 这是2016年的事情 跟着的上上届 湖北书记李鸿忠,后面大脸的是王小冬 这会儿都在戴口罩 好 观点,前几年维尼每天下忙 不是到处 外事访问,就是开国际大会 对国内的事情不上心 今年疫情以来不能外访,又不能开大会 仍然没时间管国内的事 观点 比人愚见,习不视察灾区可参考谋 独裁集团正是为了随心所欲 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非常正确 观点,把习想像皇帝,一切做派就合理了 这一切始于修改宪法,取消任期制 制度上习已经没有任何约束 加上习红卫兵式的无底线,习的任性无人能撼动 提问,习是不是怕被抄老挝,而不敢离开北京 问到了关键点 我刚才讲 习 不出来,不去灾区视察 有两个可能性,一个是不想去 一个是不能去 不想去,就是习的这种公子哥,红二代公子哥的习性 做派 还有就是刚才这个网友说的,就是皇帝心态 老子第一,老子天下第一,我不想去就不去,你管不了我 这是第一个,这种可能性是存在的 第二个是去不了 去不了的情况有两种可能性 一个可能性就是 身体动不了 身体出毛病 动不了 还有一个就是走不开 就是你说这个网友说的 一种情况就是 那么怕 不敢离开北京,怕被抄了老挝,或者 有人不让他离开北京 就是他是已经身不由己 都有可能 都有可能 我不知道 公廷里的事情 基本上是没有人知道的 那么我们只能推测 观点,最佩服王先生通过官媒报道分析内情,而不是通过小道消息 网友爆料,说明王先生真的把新闻这个行业看透了 谢谢 谢谢,我们是 我们是训练,我们以前的新闻训练就是看新闻 看新闻,我们自己来看新闻,这是我们做中国新闻 所有做中国新闻的媒体记者 有一个基本的训练 就是读中国自己的新闻 从他的新闻里面 读出不同的新闻来 这就是我们的基本训练 做中国新闻必须 过这一关,如果这关过不好 那基本上不用做中国新闻 问题,美国的无人机进入大陆,如入无人之境,是震撼意味大一些,还是真的有意 斩首 其是否被 共党内部换下来的可能 无人机到目前为止那个新闻不能够 有人出来澄清说是客机 GPS出问题 但是也只是个体出来,到目前没有官方 任何官方的澄清没有 所以我现在不能够确定 那是真的 然后习是不是可能被党内换下来 有可能 有可能 但是 有可能 中共党内的情况其实 比大家想象的又不大一样 就是说 他有组织性 而且组织纪律非常的强 但是呢,中间又不会 又不会完全没有弹性,又有弹性,你比如说当年 当年这个 赵紫阳下台,赵紫阳下台就是 就是陈云跟邓小平 召开一次政治局扩大会议 一扩大呢 就不好办,一扩大呢就把所有 他认为,他相信的人全部拉到会议上面来 然后一举手 就下台了 就是这样 所以中共会不会出现这种局面 有可能 是有出现这种可能性的 我还是要陈述我的历史观 我还是 不同意这种历史避难论 就是历史有很多偶然性 偶然性是 历史前进的 在很多历史节点上都是偶然的 都是偶然的,没有必然 必然是中共拿来骗人的 观点有人说,之前政府有中央一把手,地方一把手 现在全国只有一个一把手 谁也不能自作主张,谁都在等一把手 李克强露个脸都不行,一把手心眼太小 见不得别人出风头 习近平其实是一个非常精明的人,你看得过去 看得过去憨憨的 广东话叫 什么意思呢 看得过去憨憨的 但其实心里 心计很深 这个跟 这跟川普总统很像 很像,就是 你看得过去憨憨的,但是他其实 其实精于计算 非常精于计算 李克强上次去 上次去武汉 其实对习近平的冲击是很大的 所以 这次你看 水情这么大 不让李克强去 李克强就是不出来 李克强想不想出来,我相信李克强非常想出来 但是就是不让他出来 不让他出来的原因是什么 上次有个教训在那里 因为 李克强那次去了武汉之后,所有人天天都在问 习近平什么时候去 这就是压力 这就是冲击 所以你可以看 后来这4月份的这个 叫什么,这个《求是》杂志 登篇这么长的文章,其实就是付出政治打架 观点,焉重庆保武汉 可能只是说说 重庆从地理位置上 海拔比武汉高,CCP的能力还是不要性,下游的人还是做好 两手准备的好 重庆怎么淹得到重庆呢 这不可能,这不make sense 怎么可能淹掉上游来保下游呢 只能淹掉下游保上游,不可能淹掉上游保下游 因为上游的水拔海拔高啊 你怎么能淹掉它,淹掉它下游更淹掉了是不是 所以这个不make sense 不存在淹掉重庆保武汉的可能性,为什么 重庆的分量比武汉大 重庆是直驾市 武汉是个省会城市 虽然武汉也是个大城市,但是它的政治地位跟重庆没办法比 所以不管从任何一个角,从经济实力 还是从政治地位 不可能淹重庆保武汉,这个不make sense 情况,安湿的水刚退没多久,满地狼藉,有点惨 98年洪水,我老家水库半夜爆了 死了很多人,第二天一早 军队把两头的国道封住 不让外面知道里面的情况 中共一向是如此 一向如此 灾区 他们救灾的同时 把灾区围起来 不让人进去 观点,一个只讲政治的国家,没人干实事,只有人删帖 没有人种地,只有媒体宣传假繁荣 最近中共对这个虚假繁荣的这种 造假已经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而且 像什么华尔街日报啊,像什么路透社的 开动所有的机器,讲中国恢复得很好 所以包括西方很多 华尔街的,包括华尔街的很多分析员 都是同一口径 中国恢复得非常好 全世界 是唯一 下半年会产生增长的国家 就是要什么效果,就是昨天我们那个专题讲的 就是要 资金往中国流 如果资金不往中国流的话 中国经济可能出现很大的问题 提问,王先生可否解读下中共为何对色情行业管控的如此严厉 比如关闭网站等,这和域民术有没有内在的逻辑关系 谢谢 中共对色情的行业管控的特别严 特别的严,为什么 这跟中共的传统有关系 中共的传统 中共的传统是什么 中共的核心战斗力是什么 中共的核心战斗力就是纯洁队伍 哪怕把这个队伍杀掉三分之二的人,我也让这个队伍纯洁 纯洁的队伍才有战斗力,这是中共一向的政治意识 这就是中共一直的政治意识 所以 你看中共 其实也不仅仅是中共,苏共也是一样,所有的共产党都有一个套路 就是要不断的纯净队伍 把那些认为不纯粹的 不纯净的 杀掉 全部都是杀掉,肉体消灭 直接杀掉,所以 中共其实在他的成长的路上,一直在杀掉那些不坚定的人 不纯洁的人 这就是中共的这个政治意识,在他的脑子里面就是必须纯净 纯净是第一位 所以你可以看 中共消灭色情行业跟什么很像 跟柬埔寨红色高棉 杀掉100万人是一个意思 就是消灭不纯净的东西 中共认为除了我的意识形态以外,没有其他的东西可以存在 不能存在 必须消灭掉 所以你看在 柬埔寨红色 波尔布特就是红色高棉 他掌权了以后,他就把所有有文化的人全部杀掉 杀掉100万人 这个事情跟什么很相似 跟他对色情行业的态度是一样的 色情行业是什么 就是意识 龌龊 肮脏 要清除 清除掉任何就是 和这个不纯洁的东西,社会不纯洁的东西也要清除掉 文革里面有一句话叫,灵魂深处闹革命 狠斗 什么私自一闪念 讲的是什么 讲的就是中共的这种政治意识 就是纯净的这种政治意识 这种纯净的政治意识 反映在社会管理当中 就是什么 就是不能存在色情行业 这就是中共的 中共的这种政治意识 所以 内在的这种 内在的这种联系就是这种联系 观点,自从伊朗发出国际通缉令宣布逮捕美国总统川普以来 伊朗境内莫名其妙连遭九次空袭 军港被炸,七条战舰完蛋 完了还不知道是谁干 被人揍了九次,还找不到北的家伙,中共居然去拉拢 拉拢,很好 去拉拢 我是觉得 要鼓励他做这种事情 为什么 大家就可以看到 哪是这样 很多小粉红不明白一个道理 我这里跟小粉红跟着五毛讲一下 劝你一句话 你自己的日子要过得好 你就不能让中共日子过得好 中共的日子过得越好 老百姓的日子过得越惨 你想一下 他有足够的人力物力掐死你 你看看那些 以前强拆 以前强拆哪有那么多警察,哪有那么多城管来 没有那么多,为什么,没钱雇不了那么多人 现在你看看 那些防暴队多少人 为什么 有钱 请足够多的人 来收拾你 所以 小粉红这个 这个五毛,你们记住 中共日子过好了,老百姓日子就没法过 只有中共的日子没法过了 老百姓才能喘口气 你记住这个话 就让他去跟伊朗结盟,最好再跟朝鲜再结个盟 再找古巴 再进行战略合作,再找这几个 什么委内瑞拉,都是穷棒子 都找他要钱,他到处算钱 他算完钱就没钱请 城管了,拆你的房子没有人拆 记住这个 所以五毛你记住,我劝你一句 不能让中共过好 中共过好,老百姓就很惨 观点,彭博社报道 中印之间冲突使美国迫切需要 通过增加贸易投资来加深与印度经济一体化 印度目前战略上接近美国,但是 如果没有更深层次的经济联系,这种萌芽的联盟 很难巩固 这非常对 朋友必须做生意 不做生意的朋友交不久,也紧密不来 可川普政府一直拒绝允许印度商品 免税进入美国,除非印度向 美国出口 开放去农业部门 可是印度仍然是一个主要农业农村的经济国,该国要求 该要求会让数亿贫困农民面临被美国农业综合企业 留着一失所的风险,所以现在美国需要抓住这个机会,直接投资印度建立工业部门 帮助印度强大 对抗中国 川普 川普总统 在这些问题上 门槛很惊 我帮你,你得回报我 怎么回报我呢 打开你的市场,让我的农产品去 你这有这么多人口,要吃粮食 那我就农产品给去那卖 川普 是美国总统里面对农林最好的一个总统 那么他天天都惦记着他的粮食怎么卖 生怕农民的粮食卖不出去 就这个情况 好像他没上任的时候 美国的粮食也没有卖不出去的情况,我不知道他为什么这么执着 但是如果他不在这个问题上搞清楚 不建立战略的话 川普还是没有办法 搞清楚哪些事情该做,哪些事情不该做 有点乱 观点,今年发生蔓延到全球的疫情和港版国安法,才是真正 让习成为党内孤家寡人的关键两件事 因为这两件事让中共彻底被全世界唾弃的标志性事件 而且这两件事的后果是中共高层内部 除习以外,所有的人核心利益 受损的严重后果 观点,既然一尊让你一尊 成等就什么不敢妄议 什么洪水大国战役 贸易战都在光辉习思想 你等 我等吃瓜看热闹,当官的这几年都流行民史 万历十五年和崇祯末代 崇祯哀嚎,诸臣勿正 最后吊死眉山,歪脖子树,为什么是歪脖子树 当然得歪脖子树 植的树怎么掉啊 你说呢 值的树掉不住啊,是吗 观点 按照中国之前几千年的传统,如果连年天灾人祸 皇上要下罪己招,神隐的原因是降低存在感 免得国人觉得他不称职 到朝天前 乱民心 OK 好吧 情况,我大学同学,以前父亲是 父亲以前是 福建国资委 包子是省长 有一次 福建省出访欧洲,走访企业 我同学父亲回来以后,有一次请我们几个吃饭 有一句话,记忆犹深 他说,此人毫无水平 但绝对功于心计 如果此人登上大位,将是中国人民的灾难 后,我同学父亲被双规 我也十几年未与同学联系 但此话一直 记忆心中十几年了,犹在眼前,谢谢王老师 我采访过他两次 采访过他两次 一次是在宁德,宁德他应该是在做专员的时候 那还有一次是他在做省长,副省长,忘记了 两次 宁德的那次呢,就 谈了时间比较长 做省长的那次呢,就基本上没有什么交谈,就是因为开记者会 然后中间握个手,寒暄一下 水平是真没什么太突出的水平 水平就 文化水平不高,首先是因为文化水平不高 没什么读书 然后就是 还是有点 公子哥的习气,红二代的习气 吃不了苦 肯定是吃不了苦 你说的这个话,我也是深以为然 提问王老师,目前的情况已经非常严峻了,大家都知道 能否推测一下中共或者说中国政治局势 和经济最惨会是什么情况 不知道,这怎么知道 形势是会不断的变化 我们回想一下 现在是2020年 2015年的时候 你想过中国会变成今天这个样子吗 没有人想过 没有人预计过,中国经济会变成这个样子 中国的形势 内外形势会变成这个样子,2015年前 不久啊,五年前 没有人想过 所以你再过五年,中国会是什么情况 你都难以想象 我都不敢想 所以 不敢预测,这个预测不好预测 观点,现在说禁用微信对华人影响极大的都是五毛 来美13年也不是一直有微信,微信没有了 市场上很快会有替代品 有道理 有道理,这个话很有道理 观点,王先生的观点真的不同于其他频道,透过现象看本质 自自足迹,哈佛大学2018年毕业典礼上有一句话 我的哲学很简单 当你看到一些不正确的,不公正的 不正确,不公平,不公正的站起来 说点什么 说出来 送给王老师 加油共勉 非常谢谢你 是这样 不平则明 看见不平 不要去沉默,要说出来,要讲出来 情况,我认识的中国人都认为 川普造成的中国目前的所有问题 我都懒得和他们争论 川普 川普总统肯定是加剧了目前中国遇到的问题 但是问题本身是中国自己发生 观点,成龙和吴京一样是做爱国生意的 做到最后自己都相信自己爱国,自我催眠 这两个垃圾就不要在这里提,好吗 我们不提这些垃圾 浪费我们的时间 情况 券商的行业分析报告都是一个方向 经济在恢复在发展,但实际上都是空虚的 观点,想想当年为你做出清明姿态吃包子 老婆摆出恩爱姿态,就是发动群众 示威 展示威望 好党内夺权,如今包子不吃,洪水不管 夫人也不出现,旁边的国人抱着抖音 一脸嫌弃美国的疫情管控 OK 好,我们鸣谢一下 全修兰,谢谢,天热了,请王先生吃韩国冷面 谢谢 东野祖人,谢谢 谢谢 谢谢 谢谢,王老师辛苦了,请王老师吃 东野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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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浅水多年 今天浮上水面透口气 因为我在这里找到了氧气,谢谢 谢谢你 谢谢 王先生辛苦了,请王老师喝一杯 奥式白咖啡,谢谢,很好 谢谢 谢谢 打卡英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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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谢谢王老师,今天的节目很精彩 感谢 谢谢 谢谢 赞同王老师的观点,加速主义好 让维尼 让维尼把油门踩满 再把刹车片扬了 好的 好,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大家的参与,我们下个节目再见 再见之前,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 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 做更好的节目 做更好的自己 谢谢大家 谢谢 谢谢